周朝 约公元前1046年到约公元前256年 共790年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激发率大军行至孟金 惠蒙八百诸侯宣牧式讨伐商朝 于牧野之战中打败商周王七十万大军 攻破昭戈 商朝灭亡后 在诸侯的拥立下定督搞经 建国 周 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 其子周承王积宋继位 周承王继位时因年纪还小 朝政由皇叔周公但设政 前1037年 周公平定三间之乱 至里作乐天下大福 前1036年周公设政第七年周承王亲政 承王分封周公到屈父 同年周承王会蒙诸侯 各方诸侯纷纷进宪朝贡 周承王大封诸侯 使得天下安宁 前1021年周承王去世 其子周康王积昭继位 周康王做康王之告 以身界诸侯 周承王与其父同志时期 因天下安宁国力强盛 史称承康之治 前996年周康王病逝 其子周昭王积辖继位 前985年周昭王开疆阔土 东征东夷 南征虎方京楚扬岳 前977年周昭王在南征回尸途中 桥梁垮塌 坠水而亡 其子周穆王积满继位 前964年周穆王两征犬戎 平定西方 前963年至前959年 周穆王进军至昆仑之丘 与西域进行交流 传说西王母入周朝 觐见穆王以宾相待 赐居昭公 前940年周穆王大齐九师伐京楚 前922年再为55年享年105岁的周穆王去世 其子周公王积一户继位 前918年周公王派兵灭亡秘国 前900年周公王去世 其子基奸继位 视为周一王 周一王生性懦弱 导致朝政日趋腐败 西周自此衰落 前893年西戎兵临周朝国都搞经 周一王被迫将都城迁王全秋 前892年周一王基奸逝世 叔父姬辟方趁机夺王位 世卫周孝王前886年秦妃子善于羊马有功 周孝王封赏秦帝 号称秦盈 同年周孝王病逝 周一王之子姬谢继位 视为周一王 前883年周一王听信继国国君禅言 烹杀齐哀公 前879年因周王室处于衰落阶段 楚国国君雄渠曰 我满一眼自封三子为王 前878年周一王病逝 其子姬虎继位 视为周立王 周立王继位后 对内施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试图忠心周王室 对外击败恶侯平定怀疑 使得楚国国君雄渠畏惧 自动取消王号 但这场改革也导致国内矛盾 愈加严峻 前842年民众反叛 袭击周立王 周立王逃到治地 穆公周定公二位乡国共礼朝政 号称共和 史称共和行政 前828年周立王在治地去世 其子姬靖继位 视为周宣王 周宣王即位前期对内任用贤臣 安顿百姓对外屡战屡胜 肆宜贤 史称宣王忠兴 但忠兴局面昙花一现 前797年周宣王干涉鲁政 讨伐鲁国 杀鲁废公伯玉立鲁孝公为国君 周天子声望大俭 诸侯不服 前793年周宣王争讨条荣 奔荣战败而归 前790年周宣王争法将荣大败 南国之师全军覆没 周宣王在赵国祖先掩父的帮助下 才得以突围 前782年在位46年的周宣王离其去世 其子姬公生继位 视为周幽王 前780年 西州各地发生多起严重的自然灾害 搞经地震 齐山崩塌 前774年周幽王废除身亡后 和太子姬一旧 立宠非包四为王后 致使身后的父亲身侯大为愤怒 前771年 身侯联合曾国犬戎 攻打周幽王 在离山杀周幽王 西州至此灭亡 前770年 周幽王之子姬一旧被诸侯雍立继位 迁都落役 视为周平王 史称东周 这一年也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同年诸侯国公汉 雍立周幽王之地于臣为天子 史称周邪王 周朝出现二王病历的局面 前750年 晋文侯攻杀周邪王 周王室重新统一 前720年 在内外交困中度过50年的周平王去世 孙子姬林继位 视为周桓王 前712年 鲁桓公谋杀其兄 鲁颖公 自立为君 周天子册封制度遭到破坏 前708年 周桓王联合秦国出兵包围瑞国 俘虏瑞国国军 前707年 周桓王带领诸侯讨伐正国 周军大败 周桓王肩膀被射了一箭 天子威严荡然无存 前697年 在位23年的周桓王病逝 次年 齐子姬陀继位 视为周桓王 前694年 周桓王在新伯的帮助下 平定弟弟的叛乱 前693年 周桓王为了笼络齐国 将两个妹妹分别嫁给齐乡公 与齐桓公小白 前689年 鲁国联合各国攻打卫国 周桓王派兵救援 前682年 在位15年的周桓王去世 齐子姬胡齐继位 视为周黎王 前681年 齐桓公提出尊王攘仪的口号 周黎王十分高兴 并承认齐桓公为诸侯盟主帝位 前677年 在位5年的周黎王去世 齐子姬郎继位 视为周慧王 前675年 武大夫叛乱 驱逐周慧王 立王子姬颓为周天子 后来周慧王被正立公带回正国 前673年 正立公和国国国军国书讨伐鸡腿 赢回周慧王 周慧王赏赐正国两国土地 周王朝的疆土再一次缩小 前655年 齐桓公联合诸侯 宣布支持太子姬郑为四军 周慧王十分生气 组成周政进处联盟 试图对抗齐国 但齐国先发制人 兴兵讨伐正国 使得周慧王的计划破产 前652年 再为25年的周慧王去世 齐子姬正继位 视为周襄王 此时周王朝疆土 只剩下方圆一百多里的弹丸之地 前651年 齐桓公召集诸侯慧盟 周襄王承认齐桓公霸主之位 前636年 周襄王的弟弟姬带叛乱 引导戎人兵攻周 周襄王仓皇逃亡 必居于正国并向诸侯求救 前635年 即位不久的晋文公秦王出兵 迎周襄王回都城 前632年 晋文公大败储君 升威大阵 大会诸侯 并暗示周天子 应该前来赴会 周襄王 设于晋国的威力 不得不前往 晋文公成为威阵中原的霸主 前624年 秦穆公击败晋国 威望大阵 西戎多个小国归父 扩地一千多里 成为当时的霸主 周襄王送去铜骨十二面 表示祝贺 前619年在位 共计33年 历经三代霸主的周襄王去世 其子姬仁臣继位 视为周襄王 这一时期 周王室财政已经穷困到 无法办理周襄王的丧事 前618年 周襄王派清是去向鲁国乞讨 得鲁国国君资助 才得以安葬了周襄王 前612年在位六年穷困潦倒的周襄王去世 其子积班继位 视为周匡王 前607年在位六年的周匡王并逝 其帝基于继位 视为周定王 周定王在位的21年里 诸侯国已经对周天子没有尊敬可言 诸侯们互相征伐 民不聊生 前586年周定王驾崩 其子周俭王基宜即位 周俭王在位共14年 天子权威荡然无存 各国纷争四起 周天子存在感很低 前571年周俭王并逝 其子姬谢心继位 视为周灵王 共在位27年 周王是形同虚设 被包裹在诸侯之间 什么也干不了 前544年周灵王之子 周景王鸡贵继位 在位时周王是穷困到 连公式器皿用具都得向各国乞讨 前524年周景王驻大前 是中国文献中最早的驻前记录 前520年 在位25年的周景王心脏病发作去世 太子姬蒙被哥哥鸡巢所杀 前519年靖国攻打鸡招 立周景王鸡盖 前505年周景王派人在楚地杀死鸡巢 前503年周景王在靖国的帮助下回都 前476年周景王并是棋子鸡人继位 视为周元王 这一时期岳王勾建成为霸主 战国时代正式来临 前469年在位8年的周元王并逝 其子周真王鸡届继位 前441年在位28年的周真王去世 其子周哀王鸡去及继位 同年3月周哀王被弟弟姬叔袭杀 姬叔继位 史称周思王 同年8月 周思王又被弟弟姬为所杀 姬为继位 世卫周考王 周考王在位后 害怕前世从县 把王鸡河南之地封给姬杰 视为西周还宫 西周后来又分裂成 西周国和东周国两个小国 周王室的地盘越来越小 前425年周考王去世 其子周威猎王鸡武继位 前403年周威猎王觉得自己没安全感 打算封赏诸侯换得庇佑 但因无图可封 只能赏点名义上的 岁策封位 赵 韩 三家大夫为诸侯国 史称三家分禁 前401年 有了安全感才两年的周威猎王去世 其子周安王积交继位 前386年周安王策封田河为其侯 视为田氏待起 前382年五起变法 楚国国势迅速变强 前375年周安王去世 其子周烈王积喜继位 这一时期 秦国逐渐崛起 周王室依旧是诸侯的背景版 前369年周烈王去世 弟弟积扁继位 视为周显王 前367年周显王将最后的王姬之地 封给周国公子根鱼拱 建东周国 周天子只剩下承州王宫寄居在东周国 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 其余六雄也先后变法 展开了更激烈的兼并战争 前350年战国七雄先后称王 已经完全无视周天子 前321年周显王并逝 其子周慎靖王姬定继位 战国七雄合纵连横 相互攻伐 前315年周慎靖王去世 其子姬延继位 视为周滥王 周朝末代君主 前307年秦武王入东周市举周顶 被周滥王言辞拒绝 周滥王被逐出王宫强迁至西州国 前256年周滥王向父户酬戒君资 约六国诸侯和兵姬 但诸侯们都失约不来 周滥王无功而返 讨债的父户把周滥王逼到高台上躲债 史称债台高筑 同年秦昭相亡攻打西州 西州君叩头认罪 现地于秦 周滥王欲愤而终 至此历经37位帝王 延续790年的周朝就此灭亡